光環舞級創辦人也是雲門第一代舞者的劉少盧 也就是畫面中您看到的這一位 一號因為腦瘤過世,享年65歲 他在四年前生病開刀後 一直沒有放棄跳舞和創作 他的遺願就是光環舞級不能停止運作 要繼續傳承下去 在灑滿嬰兒油的舞台上 舞者們盡情舞動、交疊、挑戰肢體極限 光環舞級創辦人劉少盧創作的嬰兒油系列舞作 每場演出他都會親自編舞、表演 如今這樣的畫面將成為絕像 就在一號下午,劉少盧因為腦瘤發作過世 享年65歲 在和病魔搏鬥的日子 劉少盧最掛心的還是舞蹈 曾經獲得國家文藝獎的劉少盧 是雲門舞級的創團舞者 之後他自行創立光環舞級 發表了嬰兒油的舞蹈 為現代舞開創了新境界 獲得國際讚譽 不過四年前 他發現自己罹患了腦瘤 開刀後復健一年就馬上重返舞團 每天練舞繼續創作 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 去年發表作品時 他還親自上陣演出 熱愛舞蹈的劉少盧 去年還自認舞團到全臺 巡演72場 每場表演都能看見他的身影 但是就在今年初 劉少盧的腦瘤轉移再度復發 只是就算生命即將走入鏡頭 他依舊堅持原本九月底 舞團要表演的五輪脈不能取消 劉少盧將一生都奉獻給舞蹈 如今從最愛的舞台謝幕 他仍舊盼望 付出的心血和舞作 能繼續傳承下去 就算一壘齊 看不到